让越南本地人都谈之色变的黑帮情绪是什么样子 这里曾经枪枝泛滥 心狠手辣的黑帮让当地警察都望而却步 很多当地人都和黑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今天我将离开河内前往海防 通过当地的女大学生来了解这座城市 OK兄弟们 我刚起床 今天是我在越南河内的最后一天 然后一会儿准备去火车站坐火车前往海防 街头理发布 哪天我也来试一下 把我去河内火车站坐车 在旁边还有卖早餐的 但现在时间有点赶 所以不吃早餐了 一会儿在路上看一下吃什么吧 火车站虽然很近 但是因为背着行李 所以还是打个出租车过去 这个越南版的滴滴 还是很好用的 绿色的 买到火车票了 11万大概是30多块钱 然后这是它的售票处后车厅 非常的小啊 但是它的售票窗后很多 然后车站也就这么大 然后这个就是近站的地方了 火车就停在外面 其实挺方便的 海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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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谢谢 越南火车有一段 它会非常的漂亮 在山林间或者说在海边 河内的火车站还是比较大的 他们这个火车看起来还是挺新的 他们这个铁路区的衣服 跟我们铁路区的衣服还是有点像的 哦 带着 OK 谢谢 火车看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我现在所在的是越南火车的一等座 就它看到你是 买票的时候 那个售票人看到你是外国人 他就默认给你买一等座 然后我觉得比过内的一等座要舒服 你看它的椅子是这种皮 然后它的调节角度可以调得很低 可以这样完全斜躺下 还有一点就是它 注意之间的空隙要大一些 然后总体感觉会比较舒适 但是有一点就是车厢不太可以 因为它这个车厢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的那个 瑞皮火车不像是高铁动车 但就座椅的舒适度来讲是很不错的 然后跟国内火车不一样 它这个车厢里面的这个挂钩是可以挂东西的 然后有个插座 可以充电 在上面有点方便 然后有单独的阅读灯 有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然后今天人还是挺多的 越南火车的速度并不快啊 最多就开到六七十差不多 越南的铁路建设还比较落后 很多铁轨受以前法国殖民的影响 还保留着迷鬼 速度和稳定性都比较差 因此当地人短途旅行的话更喜欢坐大巴 所以越南这边出现了很多非常豪华 堪比驼腾舱的豪华大巴 火车呢因为又慢又晃 坐的人反而比较少 早餐 这个火车也有早餐 就是这个咖啡厅 前几天跟一个越南妹子 从这个角度拍了过来 这个咖啡厅还是很舒服的 然后现在所走的这个铁路桥 就是 河内当地挺有历史的一座铁路桥 然后座椅空间很大 总体还是比较舒服的 买了一个像是粽子一样的东西 闻起来像甜点一样 有点像粽子 跟旁边的越南大哥用翻译软件聊了起来 OK OK 大哥说这个有些车厢是越南本地生产的 有些是美国原住的 就比较老旧的车厢 我觉得越南大哥非常的热心 一直用翻译软件给我介绍越南的火车 然后他还非常高兴的翻新闻了 看说中国和越南马上要开始修高铁了 虽然都是比较旧的火车开的比较满 也比较摇晃 但是我觉得比印度的要好多了 比较干净整齐也没什么意味 对也没有奇怪的人摸你屁股 这里还是非常棒的 这个茶座放在上面 每个人充电的时候就像在打吊屏一样 打点滴一样 然后这是他们的火车的连接处 感觉要掉下去了一样 我就上了卫生间 他们用了什么阿桶 然后有纸巾 然后东门要比较常见的这个水枪 用来洗屁股 然后他们这个镜子还有補光灯 好高级啊 然后有洗手液 水的话有热水也有冷水 我感觉比国内的高铁条件要好 这个是冷热水 海防是越南的第三大城市 同时也是越南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 所以现在外面能看到很多 垃圾装箱的货车 它这个车头好帅啊 这个农田乡村的场景真的跟我老家好像 跟广东那边好像 就像回到了童年 回到了小时候的老家 好熟悉的感觉啊 这个车站很小啊 就是这么一个小车站 如果没车的话 你直接就穿过铁轨 然后这个就是车站了 看起来还是很舒服的 很漂亮的一个车站 然后这个美女穿着睡衣就过来了 然后它那个接客的摩托车 居然可以直接开到站台上来 有点神奇 这哪里出站啊 我这溜达一圈 没看到出站的地方 可能跟着人走吧 然后在海防这边 我酒店都还没订 现在出去先订个酒店再说 然后依旧没什么计划 先订个酒店 然后吃个饭 然后下午就看 在市区悬挂一下 然后去海边吧 然后现在先找个阴凉的地方 我刚刚把酒店给订 主要是现在我连酒店都还给订 主要是现在我连酒店都还给订 买饭 对 好 你听英语吗 你听英语吗 我们平常不需要 平常不需要 平常不需要 OK 平常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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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 这里是一个厨房 哦,很漂亮 我感觉海房的城市建设比河内要好得过 主要是河内是个老城,很多地方是不能拆的 这导航又干哪来了,又来到乡下了 我真的服了这个导航了 我明明定的是一个比较繁华的一个民宿 这位又跑到很偏僻的地方来了 谢谢,谢谢,很高兴见你,谢谢 刚刚那个小伙子出车司机很不错,很热心 然后路上给我介绍景点,而且他的英语还不错 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出车司机,英语不错的 只不过有一点就是他把我送错地方了 然后现在要自己一个人走过去 还好离的不是很远 这边好多韩国人的商店 路边随处有这种韩国人自己搞的灯箱广告牌 他刚刚也说了这条街叫文高路附近有很多韩国人 到了我这个民宿了,是一个小别墅 但是房东好像不在,我打个电话给他 房东的小狗好可爱 好了,今天又是住民宿的一天 但是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住在这里 然后房东还没有回来,然后老爷爷不会说英文 这个又是我在海房住的民宿了 一个小别墅,还是很别致的 这小狗又跑下来了 一楼的话是他们的一个厨房,卫生间 这厨房也挺大的 哦,他这个别墅还是这样子的 这别墅的最里面还有个天井 看到没,还可以通风通光 挺舒服的 那他们这边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把摩托车 或者地面都停在屋子里 好像会显得安全一点 有点倒霉啊 那个房东不是一对老夫妻吗 然后不会英语 我那个房间其实是有人住的 然后刚好那个住我房间那个人呢 是个中国的小姐姐 是江西人 然后他是线上订了一晚 结果他线下又跟那个老头子说要多住两晚 然后就直接线下交易了 然后线上那个软件上面就没有人订 然后那个老头子估计年纪大了 他也没有去取消 就以为还有房间 就是平台会以为还有房间嘛 所以我在平台上又订到了这个房间 过来了 结果这个小姐姐还要在这里住 所以没有办法 没有房间了 后面他们说带我去另一个地方住 我觉得太麻烦 算了 主要是没法沟通 然后现在重新订了个民宿 现在过去 问题不大 我扶了越南这个路牌了 这里是41号 然后40号是在那边那个街角那边 街 诶,这是什么东西啊 诶 那这个也是住在别墅里面了 我没看 啊 真的假的 一次遇到这种 啊 okok ok 我住在这里 啊 我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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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黄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房间 然后一个大大的花园 这里还可以晾衣服 还可以种菜 然后这里有个 诶,吉祥物 佛像 我这里养了鱼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房间啊 真的震惊到我了 这么大 有个冰箱 有个冰箱 然后这个是卫生间 有个浴缸 可以泡澡 然后这里甚至还可以摆个麻将桌 有个小处房 然后这是客厅 会客厅 可以住十几个人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卧室了 主卧 这个别墅的大单间 一晚上只要不到90块钱 大家觉得划不划算 中午睡了一觉 现在准备出去溜达一圈 然后这个别墅 住 住着怎么都好 就是这个开门的时候 总觉得有点怪怪 这个门锁好 好简单粗暴啊 用的就是这种摩托车的这种 这种叫什么U型锁 真的啊 这边除了满大街的英文以外 就是满大街的韩文了 因为韩国人非常多 然后他们本地人 主要做韩国人生意的也很多 每一个都直接上来 就 然后点头哈腰的 因为这里韩国人太多了 满大街都是韩国的招牌 跟路边的一个台湾大哥聊了几句 已经了解到一些情报了 然后这条街之所以全是韩国餐厅 是因为这条街就叫韩国街 然后这里又有家韩国烤肉店 看到没 又是韩文 然后那条街就叫韩国街 然后旁边的隔壁的一条街 可以叫中国街 就是叫什么文高路吧 中国人稍微集中一点 越南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经济同飞 加上海防是个海港城市 货运贸易水产等经济活动非常活跃 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种黑帮组织也开始活跃了起来 海帮的黑帮以心狠手辣 强制泛滥而闻名越南 越南民间都有别人海防人的说法 不过经过多年的扫黑反腐 现在自然好了很多 我现在在越南街头啊 不是韩国 有种错觉 我感觉我一直在被人攻击 他一直在抄我 那他的超市里面卖的 也基本上是韩国饮料 上着韩国音乐 连卫生巾都是韩国的 连卫生巾都是韩国的 全是韩国的 然后远南妹子说她已经在门口了 噢 吓死我了 可以帮我帮你吗 是的 是的 我喜欢你的头 真帅 谢谢 这种一般比较大的商店 都会有个保安 或者老爷爷帮你停 停好你的摩托车 好的 请问我你的故事 您的规范 您都从海的绒子里面 太有种粗活 çar 我也是读ouv 我一直在浏海 到了沙特的沙特的沙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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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当我来到那里,我感到很高兴 不是很高兴 不是很高兴 所以,它是很高兴的 对,它是很高兴 可能你花了两个月,你只是不知道 因为有一个灰色的灰色 有一个灰色的灰色 你只是不知道 当你来到那里,你不是在灰色的灰色 在香港之前 其实,它不是很厉害的 永遠就口即將在湖子中 oso裝進去 Going Ding 你將墓 analys離 那邊提完 錣裳的自由 有些東西 很流行 海址最大 是 şöyle 嘩嘩 旁邊我笑 秋天是地困 露宿 它是很美,所以它叫做《SUN OF PIECE》 Piercing Piercing Pier Pier You want to lose some weight Hey That's personal Actually,I don't know much about Haiphong You don't know the dark side of Haiphong No,not the dark side You know,Haiphong has a very infamous branding of the gangster So that's the part It's also rooted from many years ago When our local people also were the gangster Many gangster When I said that I came from Haiphong In my university And they also made some statement like When you have a gun or And also the Haiphong has many reports What's your favorite? Can I read Korean book? Favorite?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it but I really love prison playbooks Follow you back home all the way It's really amazing What do you do? Someone will stop me and follow you Yeah stop you Why are you kidding me? I didn't make the plan yet I didn't make the plan yet But I already made the plan So it's the plan that you saw I'm so experienced in crime So never tell your plan Before you cry You look so serious You know that Why so serious? Because the question is serious And I want to type like that I got my game card Yeah The street that I live All of my relatives They live there So if you come Bring your Chinese gangster here And we will welcome you You live in Haipho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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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rent an apartment outside No I rent a home We rent an apartment Okay okay With 3 of my friends Yeah and they We all come from Haiphong Same class in high school So you are a small gangster Yeah small gangster Girl in Haiphong Yeah We kind of famous there How many people you killed in your university? So you are a small gangster Actually we don't have any Must-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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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t What I just graduated from college We just met you guys Schools This is a high school Yeah